不管如此,對疫情的處理仍然是 分析時中最蠻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會結尾一個詞從Charlie Brenner 尤其是說 交換是非正確的 它不僅僅在分析的情況下 而是在分析的情況下 它是分析的 我再回到Anne K.B.J.的一句話 就是說 疫情不是在分析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情況 但是它是一種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能夠被分析的一種情況 謝謝 OK,謝謝大家 我們還有15分鐘的提問 再要有問題嗎? 感謝Anne K.B.老師對疫情的一個講解 就是在這個,我有個問題是在關於這個古典觀點的後期發展 裡面提到一個防禦疫情 然後我看一下原文呢 後面有一個叫疫情防禦 它一個是transference of events 還有一個transparency defense 因為這兩個概念它是一樣的還是不一樣的 能不能請Anne K.B.老師簡單地把這個概念去宣傳一下 她提醒一下 你提醒了兩件事 一是transference of defen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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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這對 точ健康的話 是尤其是反對更多的 但是分析還是要解釋 一個叫做特劇 我必須說我沒有明白她的意思 我加入了這一個完全順暢 我興趣到什麼東西 你會在意外的使用 是關於疫情的準抗 他說關於前面的對於疫情的準抗 就是Transference of Defense 他說有時候我們把疫情 就是說 Diffense 中的處理疫情是作為一種主抗來作用的 有時候這種主抗是來自於分析師的 他更多地去看待疫情的關係 而不是去更多的嘗試去理解病人 他把他的工作中心放在艾文來分析疫情法 但反而忽視了去更加探索病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這樣的一個過程是用 Transverse Defense 然後 Transverse Defense 另外這個概念就是疫情防御 它是安娜弗洛伊德提出的一個概念 然後阿諾的說這個概念 他對他來說也不是太很清楚的能夠講清楚的 因為他覺得這個概念涉及了很多 就是像這邊文章中講到涉及的三個方面 就是安娜弗洛伊德他提出後來關於 就是自我經理學和相關發展之後 就是他關於法律的這樣一系列 或者是自我功能這一些系列的這樣一個提出的東西 所以你說他還是在前面主要講的 是說你 Transference of Defense 這個部分 下一個問題 有問題 會是發生的 發生的 會發生的 好的感受 感受 感受会場地感受渐 有一种感受性 当面受性 感受的感受 优优独播剧场地感受 感受的感受 优优独播剧场地感受 感受 rather than touching some vulnerability or developmental need they'll get angry or hypochondriacal or something will occur vis-à-vis the analyst not the dangerous or the threatening feeling so you'll get in the analytic relation the repetition of some defense from the past as opposed to the emotion that needs to be split off so in that sense that kind of transfer of defense is a resistance yes, that's how I understand Thank you Jeffrey he had to put up with a question for example, he has to be a a-triple of the use of the transport as a defense also as a sort of defense which is also a good way of resistance in a good way the condition of the pandemic when he has some of the patients that he has to hit the end of the body who has no way to express his perspective 比如说愤怒 比如说很强烈的复兴情感 就是跟早期的一些重复的体验 在重复在此出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容易出现这样一种疫情 这样一种疫情是作为 对一种即将纯现出来的情感 那种防御或者是一种阻抗 所以说这样的疫情就出现了之后 有可能我们就会分析 是你是选择在这里看待这个疫情 还是看待这个疫情背后 所阻抗的内容 这就是一个要关注的重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感谢提问者 我愿意加上一个历史的一项 Anna Freud发展了那种概念 当时她在谈论Mellanie Klein 在谈论Mellanie Klein 在谈论Mellanie的情况下 而是更加避免的 這是對於人的反抗 非常非常 阿雷他補充了一下 關於安娜弗洛伊他提出了關於 移情中的一種防禦的東西 是他在反對克萊因的觀點時所說的一段話 因為克萊因說我們應該分析中 就是他在分析中所出現的因素 比如說情情很重要 我們要看待疫情 然後安娜弗洛伊德說不是的 因為疫情它反映的是一種童年 所產現出的一種阻抗 就是說童年時期的就是 他們對於一種很 有威脅性的情感 然後進行壓抑 或者有威脅性的記憶 進行壓抑的時候 他們才學這樣的一種阻抗的形式 然後後來再次又被遺傳 疫情的形式再次呈現 所以說它又還是一種對於內容 對於記憶真正的 有意義的記憶的一種壓制的 這樣一個機制 它並不是真正最重要的東西 OK 這是一場很重要的一個理論上爭議 就是安娜弗里德跟斯特拉奇 以及克萊林之間的理論的爭議 OK 下一個問題 老師剛才介紹來的 克萊林之間的被治療當中究竟是解釋 跟我們還是關係的改變 可以跟到治療的進展 那麼我的問題是呢 是我在同一病人身上的不同階段 這兩個因素在不同階段 我想分別起多一個 謝謝 先把事情示一下 你聊到他的協議 web人的理解, 在這讓這個改變的改變, 能否認識的不同的改變。 以後,這次是一個最重要的改變。 十分比這個事實實實實的。 我想你多的是在這事實上, 在這一個多價值的批評。 如果要就是我和消息的人 我都想到一位 有人提到一个网友 叫做 乞 凡 乞 老是个人说 这是对 然後另一位人回到个人 说 这个人是同的 老是一个人说 是对 所以他们说 这是如何 认为你应该对吧 他说 你是对 所以说 这些人是零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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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哪個比較重要和你重視 是一項時間和確定 必須為每個醫療醫療療程序 每個醫療醫療程序 然后可以跟拉比说对的 然后有另外一个人 就跟他说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想法 他说拉比我说的是对的吗 拉比说也是对的 然后然后这个人说 我这个我刚刚跟那个人说的完全相反 我们俩可以同时都对吗 然后拉比说对的 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可以都对的 就是说不管是解释顿物也好 也或者是说跟自己为了重新连接也好 共情性连接也好 可能都对 但是我们真正是其中又是什么呢 是在治疗的进程之中 具体的技术在针对每个个体上的应用上的 而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要真正的意思 我国到底是确实更重要的 确实认确的 OK I think it's with Jack Arlo stress that different theoreticians have different theories of pathogenesis and you can distinguish different theories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theories of pathogenesis what causes the problem but I would say that may be true but the problem is is that in our patients often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eory of pathogenesis there are multiple pathogenic factors to account for the patient's difficulty and we need to be aware what to consider that situation 这个就是让我们回到就是理论的建构和实践临床之中的这个差异上面 理论的建构呢 它是有一种发生学的 他们对理论的分析是主要源自于不同的问题产生学上的理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个病人身上可能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决定因素的 所以在他事上可能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理论都可能是正确 注意一个问题 你的房子在哪里 启出三个人 They go through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areas but what i'm hearing so i want to see if i hear correctly Yes you're spea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permit the patient to do in the office that's an artificial neurosis and then you work with the patient to cure that artificial neurosis whatever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ransference are as I hear you that's a fundamental common 我认为你先问一下 我认为你先问一下 我认为我认为 有问题的 因为整个设计的 中心的设计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用的 如果你能说的 同时的设计 我认为设计的 设计 我认为设计 and what I understand the transference neurosis is is a phenomenological situation where after the analysis has has progressed to a long aft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herever you look you see the transference and that's what I call the transference neurosis rather than a replication of neurotic structure so it's more of a kind of you know everything becomes you know that kind of the issues you know whatever the patient said you see it all the time and that quality the kind of quantitative thing is what I consider the transference neurosis like that one ok I just mentioned first um Nathan Schenberg 她提出的是她又重新理解一下就是阿多还今天 讲的东西就说虽然她提出了移情和各个理论框架下 移情的理解她问阿多对于移情的理解是不是当把病人 进入到治疗室之中并属性人呈现出来的她在治疗室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神经症 说这种神经症是在治疗室的环境下被创造出来这样一种神经症 这样一种神经症是在治疗室和治疗病人之间一起创造出来这样的 因为她被呈现出来她就是一个东西而为的是她讲的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现象 然后阿多回呢她对神经症这个概念有点不太不是太认同 因为这个神经症概念可能会被污用或者会被错误的理解 但是她认为就是你神经症的有一种理解可能可以放在移情的放在她的理解 比如说神经症就是说当我们不管是怎么去听这个病人说 不管他们做什么说什么都反映出某一种很重复性的模式 就是这个模式是一次又一次不停的又出现的 但她每次都出现你又一次被确认到什么 她就像有神经症一样 她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看到的影迹 所以我会告诉患者们 他们是你,我们再回来 这也是一个反映的 另一种方法是 这是一个反映的 反映的不知的幻想法 在治疗病的情况下 这是一种 被重新组织过的 就是被组织好的一种 幻想也好 欲望也好 然后在这个治疗之中 被不断地重新演绎出来 然后能够被确认和抓住到的那个东西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引擎 是最终的 最终的 最终的 和其他其他治疗病 和其他人的理解 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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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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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ian 然后 Jervery 他所说的是 他感觉到是 Nathen 他所说的这个概念就是说 这是一个 病人带进治疗室的一个 戏剧的脚本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 病人他把他的 在幻想中的一个戏剧的东西 带进了这样一个治疗室 然后他给治疗室分配了一个角色 然后他们共同一起合作 把这个戏剧演出来 然后他说 纳莫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 莎西比亚研究者的理解 OK OK 好 那我们今天进场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